我們是餐飲課的學生 這次為了成功午宴的準備 來到了菜市場尋找食材 沒想到遇到了11名師傅 他推薦了我們大坑育仁筍這個食材 筍子不錯啊 這個季節吃筍子我覺得最適合 那是哪一個? 大坑,大坑有個黃金育仁筍 對 於是我們隔天前往大坑 跟師傅推薦的農夫 來體驗水質從採收到育仁的過程 加油 媽祖祖是從我退伍以後 之前都是我爸爸在做 小時候都有在幫我 我退伍以後就有接收 可是那時候就是栽培加工薯 以前加工薯一公斤之後 十塊半 不夠成本了 後來就有共同英雄 一直持續到90年 我們又另外成立一個產銷班 93年了 你就去爭取到育能的設備 又多一條路線 就有育能什麼的機會出來 當農夫 就像在演戲一樣 當一個農夫 你就要任老任怨 把你的工作角色扮演好 才能栽培出好的品質的冬餐品出來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應該就是 你剛進去沒有多久 你整個身體整個手腳 都已經被蚊子頂到滿頭包 你的臉可能你都被頂到了吧 當下看到農夫把筍子彈起來 那個水流下來 那一剎那我只能用一句話來使用 真的是得來不必 而且他們那麼辛苦 然後種植出來成品出來後 我們做一個資格獎品 我們到集貨場就開始分級 預冷的部分 第一個流程就是要把它的土洗掉 洗掉以後 再把那個切口不完整的 還是有裂開的 要再切除 切除以後再放到鐵籠池裡面 泡在那個預冷池 預冷池的水是零度到五度 泡一個小時以後 我們再把籠子釣起來 半隻包裝以後 放進紙箱 再放進藏庫 隨時就可以出貨了 這個預冷筍已經完成了 這兩隻你們帶回去 一場成果館 謝謝 採完筍子的隔天 我們去食室問他 也請教他如何料理選擇 那時候非常的興奮 因為有這個機會 也能向前輩們學習 收穫非常的多 石師傅在教我們多餐的時候 在旁邊看 就是我發覺到他對食材的用心 他讓我感覺這個食物不能浪費 我要把它調理好 然後早上給客人 客人才能吃很開心 料理人其實有句話是這麼講 沒有好食材你就做不出好料理 有好的食材前提下 你做出來的料理就會非常有靈魂 因為這個料理是你用生命去尋找出來的 身為一個台灣料理人 料理人對在地食材的發想跟初衷 一定要源自於你最開始的那一份感動 我們回學校後開始設計菜單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菜餚也讓家長吃到在地食材棉味和新鮮 這次經驗讓我們認識到了在地食材 我們也用了料理的方式推廣美食佳肴 全世界都在想一個問題 減少食材的抗足跡 減少食物的里程 都會食在地吃當季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想法 那怎麼讓他徹底的完美執行 其實就是很簡單 我們支持小龍支持在地的產業 支持在地食材的一個推廣 現在的瓶頸就是氣候因素很大 它病變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就要靠我們政府單位的技術來輔導我們 再找看看有沒有比較好的品種 不然傳統產業可能會就沒落掉了 我一直支持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廚師要走出廚房到產業去 只有你到現場看 你才會看到他這個食材的靈魂 東西到你的手上就是創造它的價值 你怎麼把它的價值 怎麼把它的故事 全輸出來給你的消費者 讓他知道 哇 你這顆水子是有生命 是有引動力 那我相信 你獻採頭 跟你罐頭 跟進口 那絕對絕對有很大的抗牌 你新鮮度的抗牌 支持台灣小龍 台灣加油 用心找出好食材 做出在地好料理